明星前任现任颜值对比,当他们同框时差距一目了然。 第一对,陈乔恩和林心如。 陈乔恩与霍建华当年因戏生情,两人经常偷偷在晚上约会,只可惜后来他们为了工作选择分手。 之后霍建华转身娶了女神林心如,当时让很多网友都猝不及防。 第二对,李玉和杨颖。 李玉是典型的气质美女,颜值和演技都是独树一致的。 而黄晓明的初恋女友就是李玉。 后来和黄晓明去少离多选择分手。 分手后黄教主辗转娶了杨颖为妻。 如今两人的生活非常幸福。 第三对,张军宁和高圆圆。 张军宁和赵又廷有过一段长达三年的地下情。 可惜由于张军宁为人十分好胜,赵又廷无奈选择分手。 后来他娶了女神高圆圆为妻。 不少网友都羡慕赵又廷艳福不浅。 第四对,邓丽君和林凤娇。 当年邓丽君为成龙付出了很多。 可惜成龙更看重义气,便听兄弟们的意见,取了林凤娇为妻。 这件事也让成龙后悔不予。 第五对,倪平和陈洪。 倪平当年为了支持陈凯歌的工作, 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照顾陈凯歌的父母。 最终却没换来陈凯歌的求婚。 白白浪费了八年的青春。 分手后没过多久,陈凯歌就娶了陈洪。 这一切只因陈洪长相略胜一筹。 第六对,赵丽颖和陈妍希。 赵丽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。 她与陈小有一段绯闻恋情, 虽然两人一直没有承认过。 但坊间却认定她们在一起过。 后来赵丽颖嫁给了冯绍峰。 而陈小也娶了陈妍希。 只可惜赵丽颖最终已离婚告终。 第七对,陈玉莲和陈慧莲。 周润发和陈玉莲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 直到今天两人恐怕都难以释怀。 后来两人因周母反对分手。 分手后的发哥娶了陈慧莲为妻。 生活得也非常幸福。 第八对,熊带琳和方圆。 熊带琳陪伴了郭富城七年。 却没等来一句嫁给我吧。 分手后郭富城娶了方圆为妻。 结婚的原因, 竟是方圆能给他新奇的感觉。 你认为哪一对更般配?